槟城谭香寺于2022年9月26日至10月4日农历9月初一至初九举办一场为期九天的素食意脉会正式圆满落幕 意脉会的活动进行很顺利 当然不忘了背后一群默默耕耘的义工菩萨 首先感恩谭香寺资深主厨 廖宝源居士要构思一连九日的素食节一定美味健康的食谱 同时感恩谭香寺资深经理梁智仁师兄分配职工与义工菩萨工作岗位 也非常注重材料采购等细节安排 正行的九天里 廖大厨和梁师兄就带领储物部展开作物 感恩职工与义工菩萨有默契的各就各位 各组分工细腻 每个人各司其职 准备摘菜切菜煮菜 负负责将佳肴端皱上桌等等的义工们 职员和义工往往必须提早花上一天时间过来筹备 甚至清晨六点再来开火煮食 菩萨们戴着口罩 顶着帽子的义工菩萨以熟练的技巧 分工合作在紧迫时间内准备800份饭盒给大家 感恩所有发心之主 辛苦的义工发心开张的佛友 处食意外期间身心的疲劳是免不了的 然而内心的发心与满足感却远远地超越了一切 在此我们深深地感应谈向每一位职工和义工所撞出的牺牲与贡献 感恩有你们的付出 祈愿我们来年会做得更好 看上一层楼 有你叫幸福 那是阳光的温度 还是一双翅膀陪我飞过山谷 有你叫幸福 那是岁月的礼物 一个温暖拥抱 满满的幸福 谭香天厨提供经济午餐与晚餐随缘乐捐 午餐饭和递送服务 面食及糕点等等应有尽有 应外会所筹的款项 系数冲作为谭香爱心福利中心 筹募活动基金 大家踊跃前来响应应外会的活动 即享受美味蔬食 又能吃素 同时还能行善 这里九天素食意卖会的食材新鲜 厨师烹饪火候拿捏得当 调味适中 意卖的各种素食精美可口 煮出来的食物总是让人回味无穷 食物价格公道 服务一流 受到了大家一致称赞和广泛好评 煮出用心的烹饪使食物多了一份温暖 不禁食指大动 吃起来总有回家吃饭的感觉 这里食物保持高水准 值得一提的是 酸辣而不油腻的 ASM PEDAS汤料 美味清甜的紫菜素鱼粉汤 味道十足的印度炒面 配上酥脆的炸饼的PETZEMBER 浓香扑鼻的咖喱面 香喷喷 上等材料的Roti Jolla等等 食物浓郁的酱汁 一入口就被感香滑浓郁 非常鲜甜 食髓之味后 让人回味无穷 令人不惊食指大动 此外 爱心福利中心部门职工 郑立亭师姐带领小组一脉 趁此机会向大众介绍他们的活动项目 并设立行李测验柜台 志工们发心斩厨艺 烹饪一些甜品高点义卖 同时 檀香寺底楼流通处 浏览各种佛教文物和各校有机物品 另外 70岁以上的老菩萨自动自发 一起制作手工捐献给檀香新港福利晚情愿 一工也制作五元六色的布玩偶 试用的大小包 无畅所值的贵单 还有很多手艺制作品 美丽的善业因为有大家的共同成就 十四互生 回向世界和平安态 美人一勉力 增强世界正能量 谢谢你们的付出 Tarima Kosi Thank you